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帶著大海豚游過總統服務 我是哥布敬戶敗 我是哥布敬戶敗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我是哥布敬戶敗 我是哥布敬戶敗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搶救白海豚政府要加快 好 我們去年4月22號進總統府跟總統見面 我們跟總統報告說 台灣我們有不到80隻塊病淋絕種的白海豚 總統竟然說台灣有白海豚 我竟然不知道 他知道香港有白海豚 白海豚不是台灣我們自己的 這是全世界的 不是這一代的 是下一代的 我們今天來這邊 就是來到總統府前面 其實主要是針對我們的白海豚的保育 除了一個是五大威脅的問題 還是沒有受到注意 受到處理之外 再來就是呢 重要棲息環境的劃設 現在還是停留在紙上作業 那今天呢 這個日子 8月13號 在三年前呢 是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 他把我們台灣的白海豚 列為是極度兵維的一個等級 一個公告的日子 那所謂極度兵維呢 他只要再往上一級 就是絕種了 那他的情況這麼的危急 但是我們正 看看我們政府的保育的速度 卻非常非常的慢 這是我們在7月24號的時候呢 在台中大渡溪口這邊 拍到的這個白海豚 那目前我們所觀察到的這個白海豚 他其實普遍都有營養不養的一個狀況 就像我們在這張 他的上半 他的那個 背部這邊看到的一個情況 他的 肉是凹陷的 那以一隻正常健康的白海豚來講 他的肌肉 這裡的肌肉應該是非常飽滿的 那此外呢 他在身上還有一道非常大的疤痕 在他的脊椎上 那我們在研判可能是 漁網 或者是漁船造成的一個傷痕 所以其實 在西海岸這麼密集的一個漁船 這麼密集的 這麼多的漁業行為之下 不僅是海洋的資源 就是我們所謂的漁業資源 不僅是一直持續減少的 那對於白海豚的傷害呢 還有就是這種直接接觸上的傷害 那這隻白海豚呢 上岸的時候呢 他的尾巴上還掛著網子 那送信解剖室呢 首先第一個外觀的觀察呢 這個受益師就寫下了明顯過瘦的一個狀況 那打開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裡面是完全沒有東西的 是空的 所以這顯示說我們台灣西海岸的 這個海洋呢 其實出現非常大的危機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餵飽 這不到一百隻的這個白海豚族群喔 白海豚之前遇到最大的危機是國光石化 但是不是只有國光石化而已 他沒有東西吃的原因 一個是因為溜青把水都弄髒了 魚蝦都活不了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的 左水溪上面蓋了太多的水固 沒有淡水缺乏營養 那個白海豚是在2002年 用那個科學有證實發現 台灣有這群白海豚 那一直那個政府一直都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實 因爲什麼 因爲那個白海豚剛好它的家 就是在我們台灣的西海岸的 很密集的要開發的一些非常不永續的設施 所以政府就一直否認白海豚的存在 2004年2007年我們開了國際工作坊 那政府是漸漸的是沒有辦法否決這個白海豚的存在 但是他們用一大堆理由的退卸責任 台灣白海豚的一個重要棲息環境 不是以山海裡為一個範圍 而是應該以白海豚生活的水深 至少在15公尺到25公尺的水深範圍之內 都應該化為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 如果這個動作不做的話 台灣的白海豚未來只有在照片 在百科全書在那個博物館裡面才看得到 因為依照漁業法 禁案山海裡就是禁止抵託的範圍 是因為要保護禁案的漁業資源 所以今天如果把白海豚的重要棲息環境 也化在山海裡的話 其實本來就是應該要保護下來的 但是白海豚的活動範圍不只在山海裡啊 它還會在水深15到25公尺範圍 都已經可能超過6海裡、10海裡的範圍 所以你只化一個山海裡 其實它本來就是應該是一個漁業資源保護區 那再加上政府的執法不利 並沒有針對山海裡禁案的抵託 進行強力的取締跟管制 那這樣子的話 白海豚的重要棲息環境是形同於虛設 那也是一個最不負責任的做法 就是說如果說化設白海豚的重要棲息環境 不是說山海裡之外不能抵託 而是要看這個漁業資源的分佈跟資源的狀況 去做適當的調配 要做一個漁業的資源經營管理 然後讓白海豚跟漁業資源 跟漁民的權益 三方面都能夠同時獲得保障 今天化設白海豚的重要棲息環境 是以白海豚作為一個環境指標 目的不是在保護白海豚 目的是在保護台灣整個海洋的漁業資源 那這樣的一個溝通工作 政府一直沒有好好的去落實 然後就放任讓漁民團體說 他們的漁業權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是一個落差最大的地方 民民溝通他會有戒心 因為他認為你就是要跟我對立的 那如果有任何的溝通平台 比如說第三公正單位 或是政府風一些論壇 我們一定會參加 就像營建署他在九月也是要辦一個 跟當地溝通那個 私地的民建署辦 我是國北的政府賣 我是國北的政府賣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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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你們 看這管好吃嗎 再多買一間